多謝大家收看MAN哥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再創一片天空 多謝 今天MAN哥來到大學盛藍 一個南部碼頭 你看附近整條河 酒店後面剛剛日落的風景是多美 其實上來我們都是吸收到很多自由的空氣 這個說話很熟 就是最近有個明星梁烈惠 現在改了名字好像叫梁敬恆 他最近接受了一個廣州的傳媒訪問 他說回到來才能吸收到一個呼吸的自由空氣 說將來將來也會帶上女兒來這裡住 我也看到現在的前景 整個大灣區 整個廣州 深圳 珠海 各方面都是很繁榮很先進 人們都是很守規矩 而且不會立暖犯法 因為這裡的監控是比較多的 因為我經常都說人真的需要去管制 因為你看到香港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整班年青人就給一些顏色革命 給外國勢力去支配 令到他們出來2014年的佔中 2019年的黑暴 令到整個香港打爛到不得之了 他們一分裂了顏色之後 就完全將異己 不是跟他們同立場的人 是完全排斥 完全打壓 網上起底 互相攻擊 絕對容對方不下 為什麼呢 我們全部都是香港人 真是中國人 中國的香港 就算今天Facebook裡面 何韻詩 立場新聞那些 拿回妹妹在當年8964民運的時候 說支持 真是說支持學生 我當年好啊 我也有上街支持啊 真是 但是你看到那件事就是 因為當年那些學生其實 現在就清晰了 看到那些學生出來 搞半年 搞半變 打爛一些東西 殺死軍人 是亂到一個無法修補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這些叫做革命 或者是搞亂一個地方 是完全不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不搞亂 現在才有這麼繁盛 還有這麼富強 你看看香港這幾十年 沒有任何凍亂 大家都是掛著賺錢 大家都是工作 香港這幾十年都是老化命 你看看內地現在這四十年 特別是這十幾年 發展是非常之快 非常之迅速的 因為在內地是完全沒有 這些什麼什麼革命啊 或者是搞事 大家的年輕人的焦點都是 怎樣創業 怎樣建立小康之家 怎樣賺食 怎樣養家 這就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我相信現在 在香港有志之士 要回來的 我相信現在二十多天都沒有 沒有不明源頭的新確診 我相信前兩天就在立法會那裡 又說什麼修例 打擊假新聞 毒新聞 其實我們全部都贊成的 所有建制派也好 正常的市民也好 大家都期望打擊一些假新聞 和毒新聞 例如毒果 臘腸等等 但是鄭松泰 無端端在議會裡面 無端端拿回一份東方日報的頭版 其實正在說著鄭若驊司長 有一宗當年家裡僭建的問題 又說她老公有些問題 但是她說這件事 只說東方頭版的新聞就是假新聞 所有建制派的預言 梁美芬 那些個個 何順賢 那些個個看不過眼 又說她 你知道什麼叫做假新聞嗎 假新聞就是那些 無忠心有 真是你無端端 那件事 你作了一些故事出來的 與事實不符那些 完全做的才叫做假新聞 你看到 鄭司長那些 有跟有強有證據的 她又說東方又說起人地底 又說公開別人的資料 又說揭露私隱等等 其實我覺得這個鄭博士 鄭松泰博士 她的博士是否真的騙回來呢 想當年她做了什麼低能事 就一宣誓那時候又倒插國旗 又走去 他們參選的時候 熱血公民在觀塘成立那時候 又偷Mango的溪錢 靜仔雞這樣處了Mango的溪錢 不過沒問題 那時候我報警不受理 你說她這個行為不算偷 在我的褲袋 在背後 灑了我的東西 這樣也不算偷 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算偷 我也報案了 不過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警察部又不受理 我也是真金吉白銀買回來的 這件事都是我的物資 錢財 鄭博士當年 身為一個理工大學的博士 教授 做一些暑虧狗偷行為的事 我沒有遠往她的 有片為證的 即時 都是網上可以公開搜尋得到的 她做這些事 完全是小偷偷舌的行為 這位鄭博士 她還在有資格做立法會議員 你說這些專櫃的立法會議員 是多麼白癡低能無能 你讓她做到這些議員 她除了在搞是非 搞破壞 叫她熱血狗民那些不戴口罩 她還懂得做到什麼 整個在這四年的立法會來講 完全沒有見樹 只是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 整班泛民反對派一起攬炒或辭職 是唯獨是你在這裡不辭職 在這裡還要欺騙一些良知 真是 我知道你沒有良知 沒有人工出 你因為大學教授那份都沒有了 你連這份的良知都沒得出的話 你人生就沒有意義了 賺錢又賺不到 你除了在香港那裡 真是還在那裡 撈回立法會議員 下屆一定選不到你 因為你兩邊都不是人 黃你又不是黃 藍你又更加不要認藍 紅你又更加不是 還在北京大學那裡 讀過這樣的博士回來 我也不知道當年怎樣給你這個博士 真是為人私表 失禮學生 就是這樣的白痴 今天看到根據01新聞的報導 看到區議員選舉 當時的區議員 有借辦事處去 給那些47家的區議員 參選初選那些 都有機會捲入顛覆國家罪 現在的區議員 或者當年有排第二第三溪隊 協助去參選那些 現在個個都被震到貓黃 你看到現在他們 個個攬炒的區議員 當時做過那些壞事 又說病發 又說不舒服 又說身體適應不了 又說政治環境變了 又說香港這個地方 已經不是在他們認識的香港 所以很多怕那些 已經有二十幾三十幾個已經走了 但是還留下來 還有很多都是騰騰陣當中的 他們有機會如果實施了宣誓 而DQ了這個議席 有機會將他百多萬出的薪資 或者地區資助的資金 就完全要他們全毆吐出來 正如當年的糧油事件那些 全部都要他們全毆吐出來 當然定性你們為一個不合法的議員 或者是一個非法當選 或者是做了一些顛覆國家罪行的事 所以你們是沒有資格得到 這個議員的新增和津貼的 你們經常想出去搞暴動 做示威 說一下五大訴求那些 又被你騙到區議員回來 做一些區內的事務 你們是完全不願意做的 就像什麼五建委 林俊 天水連線那些 你看他們每次721 每個月的21號 只會出來就叫一些人出來 又說什麼什麼對抗警隊 又說做這些事情 你看看還有這些人在這裡 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看到他們 他們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 是在這次選舉的選舉 今天是正式的藍籃牌生效的 我看到他們現在都很害怕死了 現在香港其實有了我們 阿爺比這兩樣的上康寶劍 看到現在香港的事勢 這群藍籌牌就走了就走了 記住你們這群黃人 你們這群搞亂香港的人 阿Man哥現在真的回來大灣區 回來大灣區 我就要聯合我的價值 將來你看到我回來香港 你們就很小心了 逐個逐個 哪些出來搞的事 哪些當年說要對付我 那你們看看誰對付誰